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,中国各地政府之间的勾心斗角也是越来越汹涌。 这不,电影里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嘛,21世纪什么嘴贵,人才。 哎,各地为了争夺年轻的壮劳力,大学生,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政策。 北上广深不缺人,矜持一些,剩下成都、西安、重庆、武汉就明显一点。 但是甭管是极限城市吧,从17年开始,都陆续加入了这场混战。 你要说,这些城市都觉得大学生是宝贝,有潜力,那是不可能的。 毕竟中国大学那个严禁宽出,不求开拓,只求学习强国满分的思路, 极大的扼杀了创造力,也不能允许什么批判的思想。 而各大城市纷纷加入抢人大战的主因,不过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做贡献, 奉献青春后再顺便买个房,交个社保,一辈子困在这儿搬砖。 哎,你要说来这儿工作送房子,那是白日做梦。 那用什么吸引人呢?官员们拍了一下脑袋,那就用中国特色的户口作为鱼饵吧。 于是,各地为了吸引人才落户的政策就纷纷出台。 对于中国特色户口制度,本频道之前讲过很多回, 这玩意儿主要是以户为单位,方便政府进行管理。 在之前啊,你户口在哪儿,理论上你就只能在奶嘎的活动, 只要出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,你的行为就不合法了。 当时形容这些离开户口所在地,外出打工也好,讨生活也罢的人, 有一个侮辱性极强的称谓,叫盲流,也就是盲目流动的意思。 这个户口本身分为两大类,一个是农业户口,一个是非农业,也就是常说的城市户口。 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一碗水从来端不平的国家,所以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, 也就导致了在城市户口看不上农村户口的鄙视链基础上, 还加入了大城市的城市户口,看不起小城市的城市户口,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变量。 肯定有人不明白了,这哪儿的户口不都在墙里,有什么差别呢,何必互相看不起呢? 哎,这您就有所不知了,虽然都是墙里,但是中国每个地方的经济水平、开放程度它都不一样。 虽说是一党制国家,但是各地政府的面貌、行为习惯也都截然不同。 再加上当地人口、经济元素、政治倾斜,导致中国有的地区很富, 有的地区极其贫穷,所以教育啊、医疗啊、居民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异, 造成了大城市的户口赤手可热,小城市的户口无人问津的情况。 本来吧,人来人往的,这些地方政府官员也不太上心, 但是自从房地产这把火烧起来,人就意味着钱,来的人越多,当地政府就能卖出更多的地。 所以抢人这事儿一下子变得鸡头白脸了起来。 那西安公安局为了争夺人才人口都搞起了适师大会,也不知道究竟干的是什么买卖。 跟不相信眼泪,只相信金钱和权力的北上广深不同, 其他城市的落户政策就显得分外温柔。 有的说,你可以通过工作、结婚或者投资的方式加入我们的城市,哎,听着怎么有点像移民。 这个工作嘛就是你在这儿交几年社保就可以落户,结婚嘛就是你嫁娶本地人之后就可以顺利的变入人家家的户口本。 至于投资,要么在我们这儿开公司,纳税创造工作岗位,要么买我们政府参与的楼盘,就给你一个蓝印户口。 你拿着这个蓝印户口,持有这个房三五年之后,我们再给你转正。 本来啊,各个城市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思路,但是要不说这恶性竞争哪儿都少不了呢, 总有人喜欢弯道超车,于是抖机令是降低门槛,你要工作才能落户,我不用。 苏州就几次降党,喊着不超过45岁的本科毕业生,不用工作,来了即落。 而武汉们挥舞着手绢,喊着大学生来这儿落户,我们补贴房租,八折售房。 你别说啊,这一下还真有用,原来奔着大城市去的年轻人,一下子觉得小一点的城市也不赖, 尤其是那些离北上广深近的地方,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香伯伯。 天津就是这其中不得不说的一座城,因为离北京很近,高铁直线距离30分钟, 而房价却比北京便宜了太多,一下子成为了很多北漂眼中的千金顶。 2018年5月,天津启动了海河英才计划,鼓励本科学历以上的士林人员落户, 不到24小时就有30万人登陆并下载天津公安APP进行申请,软件是一度被刷爆。 而人设局门口排队的队伍更是浩浩荡荡,有人从凌晨就守在门口。 当时有记者在门口采访说为什么想落户天津,一个小伙子深情的说, 因为这座城市很美,生活节奏也不快,所以我想来,当时获得了场外群众们的阵阵掌声。 但是说实话,谁心里都清楚,这些想落户的,有一个算一个, 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也不过是煎冰果子和相声。 你要说热爱,那这词太大了,毕竟很多人不是通过这个项目,也压根没来过这儿。 很多人呢在北京有工作,甚至家事都在北京,但是北京的落户条件太苛刻, 父母没户口,孩子就没法高考,得回户口所在地。 而到时候面临的竞争压力大不说,同样的分数因为地域差异,学校的招生名额分配不同。 可能在北京上一本,在其他地方能够上三本就不错。 但是天津呢也拥有众多不错的高校,且每年高考的人数不过几万, 比起山东、河南河北,动辄百万考生来说,不过是九牛一毛。 所以这次的发现让很多人如获至宝,而政府在宣传的时候也或多或少提了高考红利的字样, 一下子让不管是符不符合条件的,都想去落户。 于是一条黑色的产业链应运而生,什么呢?卖户口。 新华社5月18号发文,喊着暗访代办社保落户灰色产业,并且做了小视频披露, 当地有人打着广告,说能为不符合规定的申请人办理天津户口。 怎么做呢?哎,就是通过补交几年社保,创造一个在某某公司工作的假象, 然后用人家公司多年纳税被分配的落户指标进行落户。 这样呢就绕过了学历、技能的要求,申请人本人不需要在天津工作、生活, 而公司也把这些可能不需要的落户指标变了线。 新华社喊的响,叫揭开灰色产业的冰山一角,底下有老铁跟着起哄, 说不知道户口居然可以花钱买。 呵,多新鲜呢,当年蓝印户口,不就是变相从政府手里买的吗? 合着那个给的多行,这个价格低就不干了。 不说思考思考这户口政策的弊端,以及为什么老百姓想尽各种办法, 也要在祖国境内移民,反倒站出来义愤填膺的揭露黑色产业去了。 这新华社也是转移矛盾焦点的一把好手啊。 再说了,这个行为之所以能成功,不还是你们内部有接私活的吗? 这边是各大官方微博齐齐转发宣传,那边天津政府也早早发了通告, 说我们已经打掉了几个违规代办社保的犯罪团伙,后面将继续核实,把虚报材料的都打回原形。 并且贴心补充,不买房变成个人户口,不来本地工作的话,孩子也依旧是无法随签高考的哟。 而在互联网上搜一搜,全国各地但凡是有落户政策的地儿, 都有一大把不符合条件的天涯沦落人在苦苦寻求花钱办事的出路。 中国的事儿呢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,一件挺简单的事儿,却弄的这么复杂,逼着好人走歹路。 户口政策一天不取消,只要这资源、教育、经济的不平等存在,这种事儿就会不断发生。 而各地政府打着爱财之名,找着接盘侠,对老百姓又真有几分在乎。 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